欢迎来到石sir的手机,石sir 上星期说,港股穿了27,000 其实是弹的,差不多到28,000 现在回看,还是要穿27,000 那这个反弹浪是否已经结束了? 说这些叫死猫弹 死猫弹 弹浪就变回来 以言都说,最终一个 首先一个可能会好的位 一个可以希望好的位 就是去年是25,400多 即是10月30日的低位 然后再上升 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那时候就是说 贸战打到罪,惊惊陷陷 是吧? 11月1日 特朗普就电话给习近平 就说这个有得谈 之前我已经说过 之前已经有百邦税的 说可以谈到 在霍士电视台 这个是10月16日说的 不过为什么还跌到 那些3日的时候? 那是吧? 那别人的担心 在10月1日的时候 全开了仓 那你不让人吃虎怎么办呢? 先吃虎 先吃虎 所以10月31日已经弹了 然后11月1日就更加弹多一点 这个很简单 这个情况就是 你看看所有东西 人家的担心 真是很厉害的 好像最近那样 那些人觉得 哇 弹了上去 那我就说 又没有成交又没有成交 是这样夹胸夹出来的 是 这只是盖淡仓 盖淡仓又怎样? 盖完淡仓又怎样? 又再起过 你是不是要买? 是 你敢不敢做好仓? 没有 是 没有的时钟 又要说 又要等这个月底 特朗普和习近平谈 那别人还没谈 你这么快就去买? 哦 至少先谈定了 是吧? 你先谈定了 如果谈不谈定 我认为谈不谈 哦 现在特朗普也有东西 所以不是 他今次说这一样 每天都说一样 是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听特朗普都说 你听中国说 中国暂时没有东西 中国一说话 那就是真的了 哦 是 又厚厚一点 又厚厚一点 是 是 是吧? 那你不要说我什么 起码人家说得少 是 少说少错 多说多错 好像我这样 常常说说来都是多错 不要这么说 是 是 这样吗? 即是事未来都会继续向下住 或者站在那里 等下20 至20 至20 都不用等 我都说他一定谈不谈 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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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事 即是想去等等等等等等这种事 良好的愿望 好像今天那样 你想天好天的话 嗯 今早是黄雨的 是 是 这样 好 先看看事先 看看事先 很简单 第一 事就下来这里 希望就在这里 好友的希望就在这里 是 但我就觉得在这里 哦 村底 村底 好了 好了 最后其次就是国企指数 国企指数时之中呢 又是这样 又是下来 是吧 上证指数 又是这样 也是打横行下 深圳成本指数 又是打横行 是吧 Dow Jones 去到这样 那麽厲害 再升多些 又是这样下来 是吧 遲些又是这样下来 Nickey 那再升多一半 又下来 嗯 嗯 那再其次 美匯指数 这样的款 即使是什么 美国减息 或者美国不会加息 起码 是 是吧 如果美国减息 或者美国不会加息 的话 那你产生了问题 那 为什麽会因为美国会弱呢 来想想 嗯 然後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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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說它升不到 越來越低 石Sir,下星期的議息會不會有好一點? 沒有用的 因為議息的時鐘都是 你認為它會不會有加息? 不會 會不會減息? 應該不會住 不會住 那就先看看這個人行 等下再說 人行的時候熱江接受彭博訪問時指出 一定要看看 為什麼熱江突然會接受彭博訪問? 還有一件事 特朗普最近有接受彭博訪問 CNBC訪問 為什麼接受這些訪問? 應該來說 特朗普只是接受霍士電視台訪問 自己有 為什麼要去Boomberg? 為什麼要去CNBC? 其實它已經開始說了一樣 我給周天下知道 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所以你不要當它是平時的 所以如果熱江的話 應該平時怎麼做呢? 它平時只是接受 中央電視台訪問 中央電視台訪問 為什麼一定要接受彭博訪問? 接受彭博訪問就是公之於世 所以採取不同的媒體去說話 是有的意義的 這些我們做傳媒人 是這樣的看法 你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就另計了 好嗎? 好了,現在看回 人行當時說出什麼呢? 最主要是說一件事 7不一定補的 不過我們有很多政策 沒有什麼所謂的 其實它說這個說話之前 在兩個星期前 周書春已經說了 是 周書春已經說了 一些整體的數字 對人民匯匯價來說 沒有什麼大影響 什麼叫做整體數字 難道現在講這個6嗎? 難道講9嗎? 現在哭不哭 那邊講7那邊 所以整體數字就是7 是嗎? 所以周書春已經說 整體數字 它說整體數字 沒有什麼意義的 就是這樣 告訴你不會破 告訴你就是這樣 好,再跟著我們看看 高盛就說 雖然中央不願意見到人民幣 破七算的重要心理關口 什麼叫做重要心理關口呢? 中央從沒講過7、8、9、10、6、5 那些東西 心理關口是你們這班市場炒家 製造一件事出來 我不製造到一個關口 然後破這個關口 你怎麼可以買上或者買下呢? 是 all the record are made for breaking and more all 這些支持位 或者阻力位 都是以為誰會破的 如果支持位和阻力位都不破的話 就死火了 整天就在一個box裡走 那怎麼解僱呢? 不能解僱的 是 所以一定不行不行 穿了這個位會死的 穿了會死 之前那些人就說 穿了三萬點就不行 穿了 又說二萬七不行 又說二萬九不行 又說二萬八不行 又說二萬八不行 又說二萬七不行 又不行 穿了二萬六的時候又怎麼樣 又說 更害怕 如果港交所跌到30元,你買不買呢? 買了,買了,買了 跌到30元你買,我告訴你,跌到30元你一定不要買 真的?反而不要買 為什麼? 絕對不可能港交所跌到30元 港交所跌到30元的話,你不要只看價位 一定後面很多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港交所跌到200元就值得買 跌到30元,你想也不要想 香港的時候可能吃鹹豆也不行 刀仔呢? 你有個情況要這樣看 所以有時候說,低啊低啊低啊低的 一個合理地低,和在合理地低的情況下,再低一點 這個就可以入市 超低的東西,千萬不要想 一些世界,所有股票市場都懂得計算 是 除了我,你 我只是說我,很多人都懂得計算 所以我經常買錯東西 不是,哪是啊 是這樣的,很簡單 你不懂得計算就買錯東西 是 至於誰懂得計算,誰不懂得計算 我們只是謙卑一些 一定是大鱷式計算 是 好了,我看了 說不可以跌到7元 即是高盛,說中央不打算 人民被破7元 什麼不打算人民被破7元 說到你這個等待會搞關稅時 這個打我的時候 我不用7元來頂住你 是吧 所以我起了一個香港電台的廣場 大概說 阿爺會怎樣呢 7.01 接著是6.99 不是 7.01 接著是6.98 接著是7.02 接著是6.99 就是這樣 彈來彈去 在那裏的時候 我又不破客 又不破客 習慣了就沒事了 習慣了之後 習慣了之後 你們說 算什麼了 真的 7.01 不要叫聲我了 我睡覺了 是 是吧 因為這樣就習慣了 現在好像很簡單說 習慣了大家恆生指數 喂 你沒見到27多 是 之前的4.01很硬硬的 27多 是啊 不是應該是37多 是啊 是啊 好了 就跟著看 高盛對人民幣走勢的股價 就是有幾個樣東西 很簡單的 他說3個月左右就是7 6個月呢 又不見7 10個月又不見7 為甚麼呢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呢 好幾個 為甚麼3個月又見7 為甚麼6個月和10個月不見7 為甚麼呢 因為你的走勢是要跟美金相對弱的 如果到時美金很弱雞的時間 是 人仔自自動動會升 人仔是甚麼 一籃子貨幣 籃子貨幣裡面 不知道好像十幾隻 是 裡面的時候有歐元 有這個 有美金 有其他 有很多種的貨幣 包括有港幣等等 如果到時 美金藥 這個歐元強 喂 那是否這樣 所以你會有一個破七 阿爺就幫你做這些事 沒甚麼問題 有甚麼大問題 我以為3個月之後 談不上數 所以 很多時候你應該 因為3個月談不上數 6個月談不上數 難道3個月談不上數 6個月談不上數 是嗎 是 所以你沒理由可以這樣 還有一件事 你要看回 他以前估計 是估計 6個月之後 人仔會升到6.65 是 這個6.6 還有12個月 不過現在的6.95 即是6.8 新的估計 好了 星星人說 習特匯能不能成功 決定了人仔的走勢 如果美國不蓋 這個20周期間 這個貿易初商 人民幣可能就是應聲 和我變補七 很必然性 是吧 好了 人口11日公佈 或者完善香港人民幣的債券 就在6月下旬 蓋這個香港發行 人民幣的債券 200億 不是 大概不知多少 應該不記得 那天 那天 離岸價飆升200點子 5月那天 是 那天 那你那些沽空的 馬上被人夾著 你有兩樣要做 一 你夠不敢再沽 誰知你還夾不夾我 是吧 第二 如果你不沽 你需要不需要平喪 是吧 是這麼簡單 是吧 你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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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試過的 2015年的社會 先去了 七八點 再七八點 再七八點 三次三個七八點 是 全部倒閉 淡有 好了 再跟著 美國不裂 中國有貨幣操縱國 因為你根本裂不到 沒有證據 你沒有證據 人家就頂住在那裡 差距的時候 只有幾個百分比 差距只有幾個百分比 波動了幾個百分比 由今年來來來去說 人家的貶值貶值多少 3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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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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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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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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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日圓你升值了有多少%,英鎊,昨天說沒得Brexit,立即擠了下來,有多少%? 3%?很濕碎吧? 是 3%你說我操縱? 過分一點 很簡單,你一天去兩隻廁所,你不要說自己肚子餓 是,正常運作 是嗎? 你一天去十次廁所,就像是抹肚子餓 是很簡單的 所以你做不到 爺爺也確實是很簡單要做 我等一下講講爺爺可以做到這件事 人仔走勢,很簡單 來呢 是 度5月的時鐘 接著下跳,為何是特朗普一直說 至乎突然跌關稅 要加關稅 我又集到來這裡 我又不過了 我又不過了 我又不過街 好像以前小朋友那樣 你過來吧 過來我打你 我總是不過來 只會吐口水 我小子成這樣 以前曾經在上一轉的時候 是由6點多 下回現在是6點多 再上回去 所以很簡單 好 那為什麼人仔可以這樣做呢 為什麼 就是說 會不會很大 貶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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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是不是 那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看看 爺爺一早已經想了這件事 是嗎 是 想了這件事 其實 一個國家的回隔 最危險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自己人民內部孤立 而不是外部孤立 是 很簡單 任何的炒家 他想建 外面孤立 首先第一次 他有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那麼多貨 他就要借錢 你借錢 來孤立 好像以前一樣 借港幣 你借錢 利息低 你以為要做 是 你賭我 是跌三成 我這個利息成本 譬如說是1%的 或者不要緊 就是10%都好 連息10% 我賭你跌三成 我賭你一個月跌三成 如果我借你10%的利息 由於我借一個月用 所以我借10% 如果這樣的話 即使1%的成本都不夠 我一個成本不夠 1%的成本不夠 我賭你跌三十% 賭得過 是 是不是 冷門來的 問題就是 如果好像 上一轉的時候 港幣一夾 夾了去300厘 是 你還跟我找一個月去玩 那你一天 一年300厘的話 當作是365 好計數 一天 就是一厘 是 你賭我一個月之內 沒有了這個是 三成 即是我利息負擔 一個月 每天1% 30% 打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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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 買馬 你也知道 買5元 賠5元 你買來把鬼 是啊 不包贏 是不是 這樣東西 沒有用 是 買股票一樣 買完之後 你擱百人錢 擱百人錢 沽即是怎樣 你不要做 手續費也涉賣 在這方面 最主要是 你不可以借錢 去真是孤嵌一個貨幣 一定要在自己裏面的人 走資才行 我想請問 中國的人走不走資 走 哪些人走呢 逃犯 所以最重要是 徒安條 把所有人都拉回來 是 把錢都拉回來 是不是 很簡單 其他犯規佬 是 一到這樣夾了之後 就蓋盤走人 人民幣呢 第一件事 第一 你動不到一個這麼大的 國內的人民幣體系 是 不過我又不是說動不到的 動到少少的 因為那些貪官真的很厲害 在說貪親的都是幾億 以過百億的 這些東西 沽出來市場 在那一刻是產生震盪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提醒 人仔是有一個叫海外市場 海外市場 就是一般外資可以參與運作的市場 在香港那些人仔 都是海外市場 所以我一直說 現在人仔有三隻 三隻? 是三隻人仔 有一隻人仔 就是你賣了石油 賣了礦給我 你拿著人仔的額度 你等到你的銀行裏面 還有中國的銀行 你把這個額度轉成黃金 所以這一批的銀仔 是有金本位的 本質的 是 有一批的 人仔就是怎樣 你要走出來 或者好像 國內的居民 他們每一年 由於是出去旅行 活動等等讀書 你可以換令一定數額的人仔 這個按人頭計 是 這個有外匯價值的人仔 是 第三個就是 你去買豬肉 是 就是柴米油鹽 就是生活上的人仔 生活上的人仔 是很大塊的 是 之後 可以換到外匯的人仔 就是中間這一塊 按人頭計算 如果可以做齊全都很厲害 是 十三億人 每人可以換 五萬還是十萬 是很厲害的 不過 你對比於 這個海外離岸人仔 離岸人仔 真是被使用 到目前為止 是 因此 你這個 你又要沽來沽去 你應該是不同的 海外的離岸人幣 它有自己一套的 波動的幅度 雖然它跟在岸人民幣 是有些可以牽連 但是它的息率 都有不同 因爲 這個是 離岸人民幣 好像在香港那樣 他們買樓買成 是用裡面的匯價 不是這裡的人仔的匯價 是 所以阿爺 其實拿著這東西 是可以動到 這個海外 即離岸人民幣 波動很大 所以曾經有幾天 離岸人民幣 現在連續三天 一還跌了 不知道是2100點 還是2700點 大約有3個 3天左右 是 一般人 你買人仔 升來升去 跌來跌來跌去 1% 1% 2% 是 但是你行不行 人家一夾你便死了 所以你去到一夾的時期之中 這個便可以沒有了 很多 有些犯鬼佬 他不是 我不知道他知道 就不知道 可以說他不知道 問題就是 有一件事 你沽空 你想著你力量大 假如好友的力量更大 就是這裡夾淡倉 這個夾淡倉做什麼呢 就好像前幾天 突然間夾一聲 夾了幾百點上 六百點上來的 很多人說 喂 夾淡倉 一夾完淡倉之後 這幾天便給你 是 這兩天連續之後 如果今天又是 收拾一些四百多點 這兩天 便下回八百點 是吧 是 其實很簡單 一個健康的市場 升市 是樓梯級升的 是 一個不健康的市場 一個不穩定的市場 升市 是火箭式升的 一個健康的市場 跌市 是急跌的 急跌的 一個不健康的市場 長命跌的 市場就會一級一級跌下去 派著去跌 我們在其他四月至五月 是否一直派著去跌 所以為何要 哎呀我又搜三萬 哎呀我搜二萬九 哎呀我搜二萬八 哎呀我搜二萬七 搜什麼呢 看看地板在哪裏 我就認為地板應該是二萬五 哦 是 那當然 地板之下還有沒有地路 我不知道 嗯 就是我不會 逐個樓梯級來看問題 是 一看就是 那些炒家要炒這麼久 嗯 那為什麼呢 喂 它要賺食的 是 你不要以為 我們投資的 就是賣股票 他們要賺食的 嗯 賺食 它不是要吃白粥 哦 是 它要吃魚翅 嗯 那如果要吃魚翅的話 賺個韌豬 嗯 無謂啊 吃少許多教訓 是 是 所以在這點裏面來說 這叫大開賣 為什麼這叫大開賣 香港 是一個國際資金大鱷橫置的地方 嗯 是 嗯 我又馬上說 我不知道這裏有沒有說過 是 薩羅斯 的辦公室 嗯 三四月到 請了很多人 哦 開工 是 是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市場是升還是跌的話 去索羅斯的辦公室 香港有辦公室 嗯 門口蹲在那裏 看一看 看一看 看看有幾個人出入 嗯 那些人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蓮子熊的嘴巴 哭著的嘴巴 還要看看他有沒有這個人 在城中 他不出來 連去廁所都不去 哦 這麼忙啊 這麼忙 嗯 還有一件事 是不是一夜晚都要買外賣 嗯 不是走去 做幾杯 是 是 這些東西 人之常情 是啊 哦 人之常都不需要看 總之他說他請人 你就信他 嗯 他會動你 是 這樣 就是這樣 嗯 那人仔會怎樣呢 如果這樣的話 都是破釋的了 人仔我都是講一件事啦 第一我要講一件事 為何會談不起來呢 是 第一 特朗普說 喂 現在不是 中國很想談 是我 不讓他簽 不是中國人不簽 嗯 現在就說 是我不讓他簽 那究竟是怎樣呢 嗯 的而且是他不讓他簽的 是 不是中國人不簽的 因為林朗可以多加幾條東西嘛 就說你不准發展什麼 不准發展 萬一林朗可以加了三條東西嘛 那你加了三條東西 那你加了三條東西 中國人就全部查了 嗯 是 他說你反口 他說你反口 不過 是啊 他沒有什麼反口 他加多東西 哦 是 他沒有反口 我真的說他加多東西 林朗加多東西 那中國的時鐘呢 那之前 民眾的錢都查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很簡單 中國人又出了一個貿易白皮書 貿易白皮書有幾條底線嘛 第一你不要妨礙我發展 嗯 第二你不要隨便叫我的東西 去買東西 那你有東西給我買 先等一下 九死垃圾我也幫你買 是 那些錢不是那麼浪費的 是嗎 第三是公平平等 就是說為什麼呢 就是 你如果要做 首先要取消關稅 嗯 你不取消關稅的時候 就沒得談的 是 那如果我真的不做到 你才收回關稅 其實中國是要求這件事 嗯 所以很簡單 你不要一開始打我先 媽媽 我頑皮的時候就打我了 嗯 我下一次我再不做功課的 你先打 你先打我吧 是吧 是 那個男人的 出去這個 有個兒子的 跟我大婆都說 我現在不做了 下次如果有的 你先打我吧 嗯 下次嘛 要找到三拉線 是 是嗎 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一開始 你從頭突凍到尾 你已經突凍了一年了 嗯 突凍了一年 我不能死 是 知道不能死 是 你突凍了一年 所以你用這個力度 再突凍一年 我是不能死的 嗯 你再多一年 就是要加大力度 問題是有一點 加大力度 會怎樣 哦 經濟不好吧 為什麼在墨西哥那裡 特朗普要退 哦 你以為他真的跟墨西哥 談好嗎 當然不是啦 嗯 他之前的時候已經談好 了 接著要看一些字寫什麼 嘻 就好像墨西哥佬 以前那些說的一樣 是 那什麼叫秘密協議 那接著呢 白宮的幕僚長 又開始說 我們還有多一份秘密協議 嗯 那份真是好 老婆沒有拿出來 好秘密 真是好秘密 秘密到沒有拿出來 嗯 為什麼要這樣 喂 墨西哥 供應你美國的蛋 菜肉 嗯 多多東西 嗯 你收他的關稅 馬上超級市場價就升了 嗯 第二樣 美國車廠的盈利 馬上低了 是 美國的官司要插 嗯 就說完了 是 因為你那個大棒 打完之後 原來自己打到自己都痛的 嗯 立刻就要說這件事 收手 是 其實這件事 我在這個 今天星期一的文章都說了 我那篇文章是星期五寫好的 但是 的時鐘 慘了 星期五 特朗普晚上都已經說 哎呀我退泰了 我當時那篇文章都寫了 我一定要找個藉口退泰 是 因為這個代價他負不起 嗯 另外一件事 現在美國方面已經有議員說 要限制總統的權力 在徵收關稅這些 因為直到目前為止 總統徵收關稅是總統的權力 不需要經過國會 嗯 為什麼這樣 因為一些人不喜歡你 就是徵收關稅 為什麼不喜歡你徵收關稅 你徵收關稅影響我後面有些大公司 我的金主來的嘛 哦 是 我的老闆來的嘛 我老闆沒得找 那我這個桌子 嗯 他給少了資金支援我 嗯 我分分鐘 下一轉 我選不到議員 不是這個 是 是不是 所以 我 當然是拿 我為美國人民服務 就開始就說 哎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會使人民痛苦 其實 什麼叫人民 那些都是人民來的 是 你後面那個金珠 都是美國人民來的 嗯 是嗎 你這樣徵收關稅 使我 我這個人民痛苦 是 所以我借這些人民 去保障我這個人民的福利 這東西當然是這樣的 是 是 永遠大那批的人民 永遠都被人拿來 在那裡擺來擺去 保障那些少一撮的人民 我不可以說他不是保障私人 而是保障少一撮的人 是 大小就是分別的 嗯 東西都是大小邊的 是 我是沒有問 因為我的頭髮分不到大小邊 是 你就可以了 哦 是 這樣 是 如果談不完 那會不會中國真的拿 多數談不完 是 如果要談完的話 有一件事 中國就說 第一 要先取消那個 是 貿易白皮書 先 取消貿易白皮書 好像要開過 中央政治局先得部 哦 要時間了 是嗎 特朗普先生 你想想想 是 習先生都告訴你 我和你好朋友 今次 a friend you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現在需要這個好朋友 你自己插你兩刀 哦 就是這樣 關稅跟我們 先插完 行不行 特朗普未必可以 我又不可以說特朗普不可以 是 為什麼 如果他真的要徵收關稅 真的要再打頭 他將會在2020年的6月左右 開始美國經濟衰退 是 明年而已 明年而已 而美國 明年是應該一個選舉年 一個總統 如果經濟衰退 他期間入面 他要上選連任 是困難的 所以 特朗普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是 你想要 我要不想要 習近平的好處就是 他不用算 不用擔心這件事 他不用擔心這件事 是 搞定了 其實 很多人會想 啊 他呢 搞定了 其實為什麼不想想一件事 就是搞定這件事 告訴你 中國跟你打冒戰 可以再打十年 是 中國人民一定會辛苦 即是如果你接受了 美國的事情 你完全不可以發展 不可以發展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中國的普通的市民 不可以進入小康的情況 即使你賺不了多錢 你不可以 你只要脫貧 還要維持在貧 稍微低 去不了中等收入 去不了中等收入 可以嗎 不可能 是 是 美國人當然想是這樣 因為你長期要憑的話 你那些人就會造反 最好你沒有東西吃 噢 判斷了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中共會不會做這件事 我估計不會 所以你看到的一件事 華為 在5G這裏 那 美國人一定要禁止你的 是 那 會不會 美國人會放生華為呢 我看不會 噢 內容一部分可以做 內容一部分就是 你捏死華為 你不要讓它發展 是 是 你不要讓它發展 是 就是這樣 那這樣 行不行嗎 不行 中國一定不行 是 是 因為華為 5G的話 不是單止牽涉到 日常家居生活 很多的 是經濟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 軍事 是 嗯 是 還有一件事 對美國人來說 喂 很簡單 你說華為偷聽你的話 嗯 你美國國安 你不是國安 是CIA 或者什麼 知道 提了很久 歐洲人提了很久 歐洲人提了很久 歐洲人提了 紐西蘭人提了 加拿大人提了 不過你這幫人很屁股 哦 年多兩年 或者說幾年 華為的不安全 你現在還在懷疑階段 你沒有找到實質證據 是 那你有兩件事 第一 你的技術真的很屁股 嗯 華為的技術很高超 是 超到別人忍了刑之後 你都查不到 嗯 第二件事華為真的未用 我不是說他未必不用 他開始未必用 嗯 是吧 人家那樣東西開始 隱身的 是 那你總是屁股都沒法屁股 都是找不到 是不是 是 或者華為根本人家一開始知道 不需要用 這件事 為什麼不需要用 做夢 這個世界有一個叫量子通訊 哦 一道量子通訊 始終是沒有的 什麼都保密的了 你還要查別人的東西 嗯 是 要查你的東西 是什麼呢 特朗普後面的金主 Robert Mercer 他的是 Campbridge Analytica 就是拿了 Facebook的 很多很多的資料 去幫助 Facebook 幫助 川普 去每一個 Facebook群體 製造一些訊息出來 幫助他 是去選舉得到 贏得到 美國政府現在在查 有一批人在查 我不說可以真正這樣指責 因為說他有這件事 是 Facebook也說是 對呀 給了很多資料 那你要這件事 就是他真正在做 所以不是俄羅斯影響你的選舉 是你自己影響自己的選舉 嗯 那是好多說的 是 好了 當我這個搞量子通訊 你根本查不到 那查是做什麼 是 是 即是你找了一件事 這個門封住了 就是人家有後樓梯的 那你封住這個門做什麼 是 我們不喜歡打開這個門 在後樓梯就走了 嗯 所以 在這點裏面來說 為什麼人家說不做 就可能會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的 第二件事呢 你美國佬反正被人查到 哦 你真正在後門 將東西去到 馬克爾已經被人偷聽過了 是不是知道 Verisol Cisco 已經在歐洲的機構裏面說 你真正把東西撻出去 嗯 很簡單 那對歐洲來講 或者具體其他人來講 都是一個很簡單 是 我當華為會撻東西 中國也會撻東西 美國人何況又不撻呢 嗯 借個又撻 拿個又撻 不過這個撻得來便宜一點 我用你這個撻得來 我還要給你貴 嗯 那我給它便宜一點去撻 是 如果是的話 嗯 因為 你夠膽說 Apple 不可以有後門嗎 嗯 那些東西不反對CIA嗎 嗯 無人事 是 經常說 哎呀 你的東西是 政府要求你的 你就一定要付 這樣 我們好像不是聽過 Google 嗯 這個是Microsoft 嗯 Facebook 當別人在美國方面 政府要求他給的時候 他給了嗎 嗯 是 那他當然說沒有給到 是免的 隨便是 你不給嗎 可以的嗎 嗯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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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naïve 應該又說你壟斷 是吧 就是這件事 在國家安全 現在美國政府所打傷 都是國家安全法 是 是 是 另外今次的事 香港引渡條例 嗯 我覺得應該說引渡條例 不要說逃犯條例 都沒有人審他 怎麽叫反呢 嗯 美國方面一樣 哇 你通過到這裏 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我拋頭 哦 引他反 嗯 會引他國家安全嗎 嗯 不過我又贊成的 是 不是為什麽要拘捕敏修 哦 這個是真正影響到美國國家安全 嗯 是 是 是 如果人是這樣的話 那拉不拉好呢 如果不拉你要支持 先防止敏手 才可以再過 嗯 是的 如果貿易戰談不行 那些人仔會不會拿來玩給別人 會的 是 會的 那會怎樣 就是好像我說 7.01 6.98 7.02 6.69 7.03 7 然後 7.04 一聲 是 你讓他去的話 爺爺又夾你 有夾 是 6.86 是 那又死 是 不是有東西給你看 是 哦 那就是7應該都會破的 是 我一直都會說 7是會破的 嗯 這個就算是 貿易戰的情況 你有沒有也好呢 因爲 起這件事來説 因爲起早期 因爲如果真的美國要加息 要退表的話 是 美元真的很強 嗯 是 所以就要破7 那就是 你跟著你美元這個 又要加息 現在沒有 是不是 是 再跟著要 演員的縮表現在沒有 嗯 當你不再縮表 不再加息 就要下降下來 我也覺得 那一下美國經濟 會下降得很金 是 因爲我相信美國經濟 是會有這個 是衰退的 在2020年 嗯 有沒有這些事件都好 它都會衰退 而且還衰得很衰 是 因爲很多 社會的結構 不行 因爲人仔 又會由這個7 回到5 回到5 回到5嗎 是 哦 我已經說了7.4 5.4 嗯 是 明年 那當然不是明年去到5.4 哦 我説大概去到2025年 是可以到7.4 5.4 是7.4 7.25 那在2025年之後呢 可以慢慢向5.4那邊 投籠 哦 那真正的時間 我覺得是應該2030 是 那你說 你怎能看到 是 算了 是 說你又不相信 到真的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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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二人這樣說 我說行政指數可以去三萬幾點的時候 喂 十年前說 十幾年前說 十幾年前說 是 是 在2015 2007年的十年前說 嗯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那很簡單 你計一條數 要麼是這樣走 只要每一世世的大戰 沒有大亂 就是這樣 嗯 那怎麼知道 原來是整個直通車來 就是加快了 是 加快了 是 一撞車的時候 為什麼要撞車 很簡單 人家阿爺看了 哇 就撞車 一撞車之後 是 是 你猜不猜到10676 也猜不到 嗯 是啊 是吧 不過我只是猜它是 我寫了一篇文 二萬六六 就是這樣 嗯 是 總之 市和人仔都 先跌著 這樣 好 謝謝石Sir 好的 想找回石Sir手機的樓 歡迎在HKT.com的地面區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好 謝謝 感谢观看